觉得精神抚养更重要 跟孩子分享爱 然后培养孩子学会分享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这么做 但是在舞台上就没有说出来 哎呀 你这相当于47年前 都是为别人活 为女儿活 为老公活 为弟弟活 今天真的准备开始了 就是这次病触动了你 既然今天是个里程碑式的开始 既然之前47年前都是奉献 今天要为自己活 对你的老公 对你的女儿 说点什么话 妈妈要放手了 自个儿看着呗 宝贝 谢谢你支持 相信你会看到更好的妈妈 我爱你 宝贝 还是没放手 来 对老公说 感谢你支持我出来 他让我出来我就很感恩了 因为当时我们俩相处的一些模式 已经让我很期待 那你这句话的前台词就是 亲爱的谢谢你终于放了我 还真是 还真有点这个意思 你是应聘的教务主管调部主任 要求薪资多少 7000 有地域范围的限制吗 最好北京 不过也没有关系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瘤 咱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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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